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哈斯的CasinoLight官方中文解说乔治带大家看9月12日的手牌基金解说 这里第一手牌迈克的66选择在一个相对靠后的位置 先是call了一个200的应该是抓头吧 这里Franciso小盲位的GoGo做一个挤压 这里Denis的抓位选择补齐用自己的7就砸色 这个价格给迈克的价格真的很好 同时他这里66是有位置优势的 还是比较纪律的去负牌啊 这里真的很纪律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的打这手牌这个66在这里都可能忍不住call一下 然后AKGo的面方CX的小盲位选择过牌 这个面比赛虽然中啊 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个面很适合他在小盲位去做挤压的范围啊 这里第一枪打也是没问题 那过牌跟住比较简单 转牌一张白牌 可以继续让Denis去表演 既然你翻牌能表演第一枪 那毫无疑问你转牌就能去表演第二枪 但其实Denis也会有察觉这里 合牌一张圈单时沉顺 有意思 Francisco继续第三次过牌 那这个牌 Denis可以在合牌给你一个很大的压力了 合牌打了一个比较重的下注打了一个4000 现在开始想自己赢什么 自己翻牌没有打 对手零打 转牌 看到一张白牌 对手又过牌了 合牌对手能垂出重注 对手有没有石呢 自己阻拦了很多这种什么石钩这种牌 对吧 然后可能对手是圈石 那天算他这么打 不太对吧 我觉得这里面对合牌一个6000抵持4000下注 这里的勾勾 不太该弃牌吧 你要想对手是讲给你讲后门花的故事吗 那也太勉强了吧 后门花我反而觉得Denis在转牌 如果还有后门花的话可能会吓住了 Denis他这个路线给你讲的东西特别像是一种 就是因为他肯定也不知道 Francisco有set这么强 啊 我感觉这里Denis表演的牌力更像是一个A的牌力啊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这是A10 顶队啊 已知信息这里里有一张8 那就是包小了 那你就包不够赢了 合牌打了一个小超齿all in 赢对手前门买花miss吗 有一些银牌了 那8是赢一些东西的 当然还得看他 另外一张牌是什么比如说他如果是A8的话可能去赢对手一些更差的吧比如说89 合牌这张7很显然是一张 比较不太好的牌 当然也有可能一种可能性你自己是七八两对啊就是原来我想说 哦他自己也在说自己是两对了那他看来他就是七八两对了 他这里如果自己是两对的话就比较尴尬因为他如果只是个单八的情况他可能会去赢对手是两对啊 对手看到看到一手顺子也是直接交枪 他自己说自己是两对的话那其实说白了不是八十就是七八呗没有没有特别多的选择 我觉得顶两对这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办法也是自己抓机了一个比较顶端的牌力了 他这里的八十两对 因为 只输一个五六还有一些赛了 这里是A勾在加一位置起的open被很多个人跟住了 一个五人的open底池 A勾在一个相对 不算特别好的位置上 翻牌 十勾K Dennis有一个顶队 挂后门花 呃里是一个中队顶梯带卡顺 00天顺 那 顶队去防守一枪C-Bad 买花一看价格很不错 那轮到00的时候应该是不能忍 他这个下顺在这里 这个狗狗还是很可爱 打牌旁边有个狗狗逗一逗还挺开心的 00这里应该是要打一个比较大的check race 哦他直接all in 底池其实还没那么大5000多的底池直接all in吗 嗯 是不是有点来的太 哦他可能后手也不多了 想了一下一个5000多底池对手这边其实都是打1000多的我感觉 瑞斯到七八千把自己后手只要打套了都可以 哎呦就Dennis送顶队去call了 这么牛吗 他顶队这也要抓吗 他觉得00是张单圈 他这里顶队去call 然后就真的觉得00是一个单圈的买牌了那单圈也到点了但这里同时 自己后门花的出路还在 发牌一张四到点 这里francisco第一次买花是买中的如果他在的话 第二次发牌也是转牌一张黑桃的6就直接杀死比赛了 这里我觉得Dennis他这个kcall的是不是有点 怎么讲的他他如果认为00就是一个 什么勾圈啊圈石这种牌 倒也可以吧 但这种牌他的这个顶队如果踢脚打那种牌的胜率也不高 00这里加1位置a10选择开持 Dennis后卫 8等44小手队 靠住这一小盲位的a10和francisco在枪口抓位的k拳也都进来 一个4人open底持翻牌勾圈8francisco中顶队 a10这边都是双投卡 这里 感觉这个牌面00是要cbass的 00先来一枪 打了1000一个1000的底持选择下了一个1000的size还是比较多 a10是可以call的这里 顶队防守 这双法人也可以防守啊 认真点 但可能我觉得这里mike这个牌他a10杂色在小盲位没位置的情况下 翻前 翻前可能三败会更舒服一点吧 转排一张草花4 也没什么关系的牌 那 这张4要是让Dennis看到可就不得了了 现在francisco感觉自己的顶队应该好的 应该好的主动下注 40007打3000 这里如果被call一枪的话 合牌francisco其实后手和底持的比例也很接近了 那合牌如果发装k 感觉自己这个k圈又是逃不掉了 那mike这里价格又很舒服了 回到自己这里a10连续去买 翻牌扛了00的重注转牌要扛francisco的重注 价格虽然很好但这里就是比较被动一点了 就只能默认去买啊 那合牌一张k那francisco应该是出发了 这里mike要忍住啊我觉得 这里mike真的要忍住啊 他要主动推出去francisco是个能跑的 哎呦 哎呦 这里没忍住 这里没忍住francisco要是想明白了他能跑呀 在这个情境里面 没什么没什么偷鸡的 那00一推 你再一接francisco就逃掉了 你这里就是走走流程了说白了 你这里就是走走流程了说白了 走走流程看一下双方后手 那francisco就跑了呗 这个4007打的真的不好 他如果不打我觉得francisco他自己会打出来的 有可能 因为说白了如果 是90的话这里也不改变什么对吧 这张k也不改变什么 90草花 选择先去cow抓吗 这里dennis的24也没有在行动了 一个四人的 一个四人的算lip底池吧 lip的一个 stradle底池 敌人成功击中一手底下 里这里有一手 那刺花听牌 翻牌没人动 哦呦 转牌这张圈 哇 这张圈真的太致命了呀 这里 你成功中了一个那刺花 这里 这里dlan是什么都不怕 他他当然怕k圈 但是 感觉不太像 就里这个牌他不太像是在加一位置用k圈 去 平cow的状态 哦 dlan这一蕊出来 尻住 合牌看看会不会有一张牌能够让他逃一逃的 完了逃不掉 坏了逃不了 一个all in 怎么办 接住了 完了 接住了 完了 完了 从头落后到尾 从头落后到尾 说实话 从头落后到尾 哎没办法这里 一个四人stradle底持自己中那刺花 对手翻牌圈中赛 转牌变bo 吃力好吧 两个字吃力 这是什么Denis的勾九杂色 大忙为ray到1000 嗯 起零在跟谁说不要上头啊 他的圈八杂色也混进来了 对手 翻牌 二三七 哎 A4有个卡顺 而且同时他的A牌目前最好的牌 大忙为选择一个半时下注 这个面 这个面怎么说呢 这个面其实是很干的面 打了一枪果然两架都没有走 转牌一张9 这里Denis成功中了一个顶队 然后 Tomer有一个花生双抽 这里Denis有开牌价值了 他 还需要再去造吗 因为在造的话 哇 超迟吗 那 你已经不给对手留尻的选项了 觉得 这里Tomer去尻然后合牌破产 去过牌是个很僵的操作了 能不能打掉就在这一瞬间了 能打掉就是能打掉 打不掉 当然其实Denis现在是领先的 当然其实Denis现在是领先的 那这个牌现在这样打就比较 我还是call了吗 call完自己后手18000底持27000 盒牌如果中了的话 中了 盒牌全中了 他合牌 这就是问题点在于你如果合牌这里如果中了 对手逃脱空间很大 就当你转牌选择去call了一个超池 然后合牌在这个情况里面 自己的后手套池的情况推出来 啊 这里Denis要call吗 你看看懂 我说实话也没看懂 这里有300套对手 KK的钢板 因为刚刚这种牌那个情境里呀 一般线下来说这种bluff是比较少的 就如果 发一个奇怪的牌然后他all in出来我觉得这里Denis这也是没问题 但这5这张牌 你想想对手有什么组合能够在转牌 扛住你这个超池中柱的呢 对吧 不太多的呀 那这里不会要送一手了吧 哎呦翻牌顶赛 但说实话这个牌面对他一个60杂色做4bat call4bat已经很能接受了 他甚至现在这里 Tomer 打你AA带一张红桃A他都不虚了 在那是这里所有的狗 所有的红桃都是出路 怎么整啊 怎么办呀 自己 玩了一个 4bat底池 而且目前看下来这个底池好像 这一枪 还挺能接受的 就这个面还挺能接受的 两万三的底时一万五 补进去 五万三 自己的后手 也不太够两枪了 主要有种感觉啊 这里 还怕一种什么概念 这最害怕一种对手 有AA带一张红桃A自己这个红桃直接就买死 只能买勾 扛了一枪 转牌中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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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玩了吧 这里 我转牌 建红桃直接推出来 你要开始想对手有没有红桃A的事了 头很疼啊 这 他 又把自己打到一个很难受的做题问题上 呃 输对手勾勾 输对手AA 输对手AK 主要是这里有一个4BAT的范围他不受限呀 所有的红桃 就是红桃A和红桃勾都可以在 TOMER的范围里的 而且一旦是那种情况自己就直接买死牌了 对吧就就没有任何出路了 现在可能但是想是如果你有红桃A你至于要all in吗 扣了 牛逼 牛逼 哇 哇 这里石靠的也是很坚硬啊因为他确实 第一次没有 Dennis拿下了 我真的拿下了 他其实Dennis我觉得他也没什么办法 就是如果真的死了就是死了 你用60杂色选择玩一个四败底池 转牌发出来这样 对手只有两个比你大的话 情况下就是要call了 没办法 他们也有点上头了 全九方片直接开三逼 Dennis也不管 四六方片接着开四逼 对吧 你既然能用A四方片扛我那个 转牌的超值 合牌推我 我还接住了 这两个人感觉就杠上了呀 不服好吧 不服就打 这翻牌是少 哎呀天哪 Dennis 花顺双 同花顺座 重顶队同花顺座 然后那边买买一个圈花 太亏贼了吧 这个面发的 哇 好 现在 又变成花顺双抽了 方片二方片七用不了 打五千call五千 哎呀打得快call的快 好 干就完了 哎呦合牌一张九 合牌一张九 没用啊 单四成顺 Dennis有四 那好在这是个四败底池 Tomer应该 能感知到自己的九开不了牌吧 就是也不是开不了牌 就是自己的九只是个抓鸡牌 应该能知道吧 所以 Dennis betting 11700 这就是 all of it for Tomer 选择抓了吗 哎坏了 确实如果你把Dennis的范围想象的正常一点 确实在这里有很多4bat范围里面是miss的 确实是有一些很多4bat范围里在这里是不中的 Dylan也来了 Dylan一看你玩的这么松 Dennis你玩的这么松 我这个A5杂色标准4bat了 有意思 现在都要跟Dennis对抗了 翻牌 翻牌圈9 勾 这Dennis他不只跟你对抗他能中啊 又中顶队咯 Dennis翻牌对手过牌了 11000的底池打3000 如果Dylan因为Dylan的形象还挺好的 Dennis可能会觉得Dylan这里的手牌质量挺高的 那如果Dylan的手牌质量很高的话 这里一个3000的下注是应该是打不走Dylan的 硬着来了 好 对吧 你们都觉得我形象好 那我就反向利用我自己的形象 给你讲一个我是SAT的故事 给你讲一个我是SATGOSAT9的故事 当然SAT9应该不太出现SATGO的故事 但是Dennis也挺尴尬 他这个牌他这个后手量很多 他也不好走 他就买这个卡顺 就硬着买 好了 这翻牌抵持已经33000了 这Dylan后手也不够用了 哎呦 转牌张勾发的不好啊 我转牌张勾发的真的很不好 这里大量减少了Dylan勾勾的 就是 现在Dennis会觉得面上有两张勾自己有圈 对吧 你还能是圈圈吗 那你的所有AKK在这个面是不是都会大概率去 在翻牌圈做一个延续下注呢 为什么要寻求打一个check race呢 看上去就比较奇怪了这个动线 这张勾发的真是对Dylan是不友好的 Dylan在转牌继续下注了一个半池不到一点的size 自己后手三万其实基本上寻求在一个合牌打光的状态 Dylan这里如果转牌还能扛住啊 合牌 就很有可能要靠Dylan的all in了 拍张勾也是没有什么内容的后门花道了 Dylan没有出路啊Dylan Dylan没有出路了 但这个故事能讲通吗 有一点悬有点勉强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Dylan会不会fall 但我觉得这个故事从上帝视角来看有一点勉强 当然综合来看Dylan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桌上bluff偏少的玩家 他的形象偏好的 所以他也许真的在这里可能会有圈圈 但又点又回来的就是 如果Dylan这里是圈圈他又怎么能保证Dennis能打出来呢 他这个翻牌圈的check race 不一定race出来的呀 就是那我如果Dennis这里是一张单10的牌 比如说A10 很有可能Dennis在翻牌圈他也会过牌 有位置吗 那两头听顺 听那词 那我很轻松的去过渡一张转牌 既然你不打 主要是翻牌圈的这个逻辑很很想不太通 我觉得Dennis这边倾向于是call的 如果他能捋一遍这个行动线的话 那如果你想表演的自己是超强的牌 就是这里想表演自己是勾勾或者圈圈的话 转牌半持不到的下注 是为什么呢 你已经有了顶赛或者说你已经中了四条 你不希望我去听到一些牌吗 你不希望我去合牌能够听到一根所谓的纳斯春或者前门花吗 我觉得是要call的 我把他带来吃了 哇 迪伦真是这我牌把自己打干了 我觉得迪伦是不是在翻牌圈就直接简单的做一个过牌跟住 然后到合牌的放弃就好了 他破牌翻牌check race 很难 就很难比较难讲明白吧 我说实话就比较难讲明白 自己是AKK这个故事了 敌人的A勾选择在 抓位做一个3B 没有人走 四人的3B底池 这种牌我觉得Denis 靠的还是很好的 是很经典的很标准的call吧 哎呦翻牌这次终于耗起来了 敌人A勾一个顶三条太大了 现在 Denis有个对六 对子 还不错的防守牌 说实话 敌人的3B范围里面 在这里有很多的两高miss 自己的6在这儿 只是可以尝试去打掉一些对手的两高听牌 两高的这种没中的牌 也没有打很重 12的底池选择打了一个1万 打了个2000 不好意思 00的R2都想去防 00的R2想去搞 不是想去防 第一人无所谓 这一局啊 你call下来把表演空间留住 或者直接all in都可以啊 后手不多了 面对一ray一call Denis的6肯定不够了 也不用纠结了 运气是真差啊 运气是真差啊 决绝死了 运气是真的不好啊 Den 哎呦 翻牌可能直接 哎呀 不能这么说吧 那你还是 你自己拿了个A勾 在这个勾勾6的面上 对手在那边 check raise 你还是希望去吃一些对手勾的价值的 那谁知道这空降 空降一个转牌的Bot 这谁顶得住啊 哇 这怎么顶怎么办啊 顶不住了呀 Den 太难受了 没办法了呀 这好恶心啊 这好恶心 Den 那这里 零零还是说发两次啊 唉 这零零 她翻牌圈 就想偷一下 搞一下 就转牌中了 你说怎么整了 第一次没有 我感觉 Den 应该至少能分个钱 不丢人吧 哎呦 好难受好难受 哎 雪坏雪坏雪坏 雪坏雪坏 真的难受